今天是英国退欧公投后的首个星期一 我们将要来观察一下特别投票事件 对市场选择产生了哪些影响 首先从英镑美元开始 它所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这是投资者的观点图表 关于更长周期内的观点图表 我们结合了周线图 是对未来几个季度的预测 日线图是对于未来几个月的预测 小时图是对于未来几周的预测 自动判读告诉我们的结果是 会再次恢复到下跌趋势并进入回落期 的确长期趋势仍然处在下跌中 中期趋势仍然在校正上涨的过程中 而短期趋势是下跌 我们可以在图表中看到 在小时图中看到的是强劲的迈空 从周三到周五晚上 从接近1.50的位置下跌到1.32 我认为从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 价格在未来几天中有很大的潜力 下跌至1.30以下 我们看到风险指数还有一定的距离 才能够达到超慢 日线图 从4月份开始经历了校正期 还没有回到中性 在这里你并没有看到任何的目标价格 价格只是在等待回到下跌趋势中 而在周线图中的趋势时 价格会继续下跌 可能会下跌至1.30以下 非常有可能会达到1.28 所以价格仍然处在压力中 还没有到跳跃的时候 至少需要等待在未来几天中稳定下来 在交易者观点图表中的短期预测结果是 三种趋势的结果都是下跌 你可以看到 有60分钟图 预测了未来几天的趋势 结果是继续下跌 在15分钟图中 价格可能会达到潜力位 但目前还没有 也没有完全达到超慢 在4分钟图中同样出现了下跌 所以这里显示的是 现在买入英镑美元同样太早 再来看一下欧元美元 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周线图中出现了多头校正 这次的多头校正 从时间上来看应该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里是欧元美元的风险区 价格随着英国公投结果开始出现下跌 我们所关注的校正目标位于1.1080 我们几乎就到这里了 到1.08之间 在1.08的时候 我们认为在这次的校正下跌过程中 会出现强劲的支撑 小时图中同样处在下跌中 风险指标并没有触及超慢 还有下行的空间 而且1.08同样是很重要的价格 所以同时在小时图和日线图中 给我们带来的价格 可能会达到1.08 在未来几周和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 所以我们相信1.08是这次空头校正中的一个强劲的支撑位 而日线成为了这次事件中很大的受益者 美元日线出现了震荡下跌 目前仅仅略高于102 总体趋势是下跌 在日线图中可能会继续下跌 在正线图中仅仅略微低于较正目标 在未来几个季度中 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们在这个位置需要获得更多的确认 因为我们已经接近达到一个很强的支撑区域 这个区域在去年 2013年2014年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价格会不会继续朝着 100继续下行 我们还需要结合很多的因素来判断 这是一个长期空头的建立 还是一个特殊事件所带来的强劲短期空头校正 再来看一下股市 有意思的是有些人说富士100尺数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 我们看到在日线图和小时图中都是中性指标 仍然是偏向于强劲的多头趋势 在10天前出现的冠状的走势之后 以及卖空是持续性的 还没有能够进入回撤模式中 我们看到价格在长期趋势中仍然非常危险 所以在短期和中期图中是中性指标 而在长期图中是空头的趋势 这显得有些杂乱 如果你来看一下用美元表示的英国指数基金 那么会看到另外一种情景 在周线图中显示出的是 我们仍然处在强劲的空头趋势中 未来几个季度仍然有一定的空头空间 在日线图中上行修正的结束得到了标记 意味着从春季开始的上行修正已经结束了 在小时图中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目前来看价格可能会停留在14.50或者是14.57 在未来几周价格有下跌至14以下的可能性 在这里风险指数并没有触及超卖 所以下跌趋势并没有结束 再来看一下其他资产市场 我们看到道琼斯股票非常的有趣 因为它包括了用欧元计价的英国股票 股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目前得到了三个空头趋势 在周线图中存在很多的风险 日线图回到了空头趋势 还没有触及超卖 小时图中价格同样处在下跌中 并且有进一步的空头趋势 所以道琼斯还有继续空头的空间 现在并不是入手的好时机 再来看一下全球指数 在日线图中价格保持在了多头趋势中 但同样存在空头的趋势 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标记为回落区 从长期来看 依旧充满了风险 我们看到这里价格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下跌 而支撑价格可能仍然是 位于今年年初的支持价格附近 就目前来说 长期趋势强调了风险的存在 随着长期的空头趋势 在这个位置的多头校正处在压力中 在小时途中 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并且在未来几周 还有继续空头的趋势 所以目前同样不适合进入 最后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表现要好一些 我们依旧处在巩固的过程中 根据长期图中的布局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巩固期 在日线图中价格处在积极的趋势中 在未来几天随着强劲的变动 可能会进入到空头的校正 小时图中价格处在空头校正中 同时小时图中价格可能会来到低于 2000的位置 例如1970 1960左右 但价格略微高于我们在年初看到的反弹的价格 所以在1950左右 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可能会获得强劲的支撑 而关于隔夜利率 我们看到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这是英国十年隔夜利率 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首次低于1% 三个空头 意味着这将会继续下去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来自英国央行的一种财政或者是宽松政策的支持 可能还会继续削减利率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空头 目前都在持续下跌中 所以会形成对债券的支撑 我们并没有真实的政府债券的小时图 尽管我们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中看到了信贷警告 意味着英国的评级会被下调 在周线途中 英国十年期基准国债的收益率的价格 同样处在下探的过程中 收益率可能会跌破1% 在未来几个季度中 收益率可能会来到0.5% 在日限途中 价格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在这个位置同样有很多的压力 这些都是特殊事件所带来的结果 所以只要收益率位于空头趋势中 就会给英国的债券带来强劲的走势 再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作为避险货币 我们认为价格将会进入到上行校正中 不仅仅只是上行校正 在这个位置还有一定的余地 上行校正会让价格在下一个季度达到1400 所以会像这样一路上涨 进入目标区域 在日限途中 显示价格可能会来到1350 甚至是1365 小时途中价格同样处在上行趋势中 并且在未来几周 同样位于1350附近 防御性资产黄金得到了很好的支撑 三个多头趋势 黄金将会从危机中获利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们可以在复杂的市场当中 找到正确的方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